民进党在选举上又出损招了 那么这一次是用技术性的方式 有不少台商因为疫情期间 长期在大陆未返台 导致户籍被迁出 近期有些台商跟台湾海基会表达意见 希望返台投票 台湾海基会表示 必须在今年7月13号以前 完成恢复户籍登记才可以投票 那民进党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怕的是什么 跟大陆有过实际接触的 或在大陆工作 这个求学或者经商的很多台湾人 基本上对大陆都没有什么恶感 因为大陆把台湾人当做自己人 所以不但没有排斥 而且我的感觉是特别的亲切 我也刚从大陆交流回来 我有一点蛮感动的 就是大陆不管一般的老百姓 还有公务人员 对台湾人真的是非常非常从事内心里面的一种欢迎 把我们当做自己的亲人一样 我觉得这就是血浓于水的一种具体的体现 特别在强调我们都是一家人 这种感觉 所以在大陆的台商当然当然希望是希望两岸能够尽早怎么样 走出目前这个紧张的状态 那么希望两岸和平发展 最后然后整合融合 那可是民进党基本上知道这些在大陆的台商 因为跟大陆有实际的接触 他们是比较支持大跟大陆怎么样 和平相处的 因为民进党就是一个台独党 他基本上在台湾内部就不断煽动台湾人民仇视大陆 他们知道这些台商投票 绝大多数不会投给民进党 所以既然不是他的支持者 他就要想尽办法让你回不了台湾 投票权是台商在台湾的基本权利 他没有办法可以限制 台湾有一套制度叫户籍制度 也就是说你没有户籍 你户籍被除籍 你要重新恢复 你恢复一段时间你才可以投票 你才可以享受这个所谓的健保这些权利 所以这个户籍制度 在台湾民进党是把它越改越严 比如说你过去离开台湾 十年你才会被除籍 后来民进党给他八年 一步一步现在可能 你中间你有两年没有回台湾 对不起 我就把你户籍给除了 虽然你还有拥有这个 台湾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身份 可是你的户籍被除籍以后 你的权利就受损 那这次因为疫情的关系 很多台商可能有两三年 都没有回台湾了 没有回台湾以后 照现行的规定的话 他的户籍就被所谓成除籍 也就是户籍就没有了 那他除非本人回来 去办理恢复户籍 要不然他就没有户籍 没有户籍就不能投票 而且你不是恢复了户籍 立刻可以投票 你要等六个月 你才能够有投票权 这个规定是越来越严 这个恢复户籍要的时间越来越长 这为什么 就是故意在卡我们现在在大陆的台商 那大陆的台商随数非常的多 所以呢 民进党基本上 嘴巴上和民主进步 可是呢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因为他现在掌权了 规定由他来定 所以这个规定只要对他有利 他就怎么定 怎么对他的对手不利 他就怎么定 所以呢 今天这个投票事情还没有投票 你看民进党就处心激励 设法让在大陆的台商 无法回台湾投票 或者他的投票权呢 事实上呢 没有办法怎么样恢复 事实上很多台商确实是没办法回来 对不对 那他再怎么讲 也会达到他的目的 所以呢 你要知道台湾来讲 什么民主 什么法治 缺点太多了 只要这个为政者 或者民进党当局 他有心 要做偏颇的这种措施 有心去打击他的敌对方式 他有的是办法 不要真相信 这些台湾什么政治制度 又民主又选举 基本上民进党掌握了台湾的政治机器以后 台湾什么都在退步 每一项都在退步 今年前三个月 第一季台湾的经济成长是负3.02 全世界跌了那么多的地方不多 那也就是说 在民进党的胡作非为下 现在台湾什么都在退步 经济成长都可以给你倒退3.02了 那用技术性的方法 掌握规定 决定这个行政规定的这个权利 来卡你台商 不让你台商 回来投票给国民党 或者回来投票给 不投给民进党 他这种事情都做得出来 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 民进党在这个选务上作弊 这个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怀疑 因为过去台湾有一个所谓的中央选举委员会 他都有什么 中立人士来主持 只有蔡英文上台以后 民进党的一个政客出来主管这个中央委员会 这个尤为过去台湾的政治惯例 然后这一次很多选举都各地传出来弊案 民进党都怎么样 都充耳不稳 大家都在说 要严格监督民进党在重要选举里面 作票或者作弊 或者说用这种电子的方式来灌票 现在比如说他针对台商的这种限制措施 我们也没有看到什么反对党出来有力的来进行反击 所以这只会让民进党唯非作歹变本加厉 他们现在就是说 根本不管台湾2300万老百姓的死活 跟美国人合作把台湾送入战争 他都在说不惜 他也真正替台湾人的着想 没有 所以千万不要低估 这个民进党对台湾的伤害 千万不要低估民进党这一群 狐群狗党 藏污纳垢 为非作歹 然后鸡鸣狗盗之徒 他对两岸关系走向正轨的破坏能力 千万不要小看他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